哥罗森书第三章 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就该追求天上的事, 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 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 不该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 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 那时,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出现在光荣之中。 为此,你们要致死属于地上的肢体, 致死淫乱、不洁、邪情、恶欲 和无异于偶像崇拜的贪婪。 为了这一切,天主的易怒才降在悖逆之子身上。 当你们生活在其中时, 你们也曾一度在其中行动过。 但是现在,你们却该解决这一切, 愤怒、暴力、恶意、购骂 和出于你们口中的讳言。 不要彼此说谎, 你们原以脱去的旧人和他的作为, 且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即是照创造他者的肖像而更新, 为获得知识的。 在这一点上, 已没有希腊人或犹太人受割损的或未受割损的野蛮人、 舒提雅人、奴隶、自由人的分别, 而只有是一切并在一切内的基督。 为此,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所爱的圣者, 穿上怜悯的心肠、仁慈、谦卑、良善和寒忍。 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 要彼此担待、互相宽恕。 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 在这一切以上, 有该有爱得, 因为爱得是全德的联系。 还要叫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中做主。 你们所以蒙照存于一个身体内, 也是为此。 所以你们该有感恩之心, 要让基督的话充分地存在你们内, 以各种智慧彼此教导规劝, 以圣用、诗词和属神的歌曲在你们心内, 怀着感恩之情歌颂天主。 你们无论做什么, 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 一切都该因主耶稣的名而做。 借着他感谢天主胜负。 作妻子的应该服从丈夫, 如在主内所当行的。 作丈夫的应该爱妻子, 不要苦待他们。 做子女的应该适事听从父母, 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做父母的, 不要激怒你们的子女, 免得他们灰心丧志。 做奴隶的, 应该适事听从肉身的主人, 且不要只当着眼前服侍, 像是取悦于人, 而是要以诚心处于敬畏主。 你们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去做, 如同是为主, 而不是为人。 因为你们该知道, 你们要由主领取产业作为报酬, 你们服侍主基督吧。 因为凡行不义的, 必要得他所行不义的报应, 天主绝不看情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